警力不足是台东长久以来所面临的问题 而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 协助警察勤务的疫警和民房人员 成为分担警察勤务的最佳助力 尤其是资深的邪情人员功不可没 为此台东县政府特别加勉表扬 这些多年医务服务的疫警和民房人员 由县长黄建廷亲自颁发奖牌 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林 警察局长王清源也都亲自出席 人的工作 警察的勤务的时候 可以多一份资源来应用 能够让台东的治安可以一直 维持这样子的良好的状况 非常的肯定各位的努力 尤其是资深民房更是不容易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没什么油水的工作 没有什么油水 只是付出时间跟精力 还有那热忱 真的非常的感谢 台东这么多的活动 如果没有民房的协助 是不可能完成的 县长在会中特别强调 内政部警政署统计 继第一季台东整体治安满意度 获得全国第二名 本岛第一名之后 今年第二季更要升到了全国第一名 能有如此优异的成绩 警察同仁和协情名利的努力 是值得嘉许和肯定 警政署内政部做的民调里面 不管是对整体治安的满意度 我们在第一季第二季都是本岛 全国本岛第一的 那我们的整体服务的满意度 服务的满意度 也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县长最后也提到 为了改善警察同仁办公的环境 台东县政府已进行台东分局中心派出所 和保商派出所的整件工程 希望能提供更好的工作空间 另外县政府也特别在105年度规划 易勇警察大队以及民房大队等名利 编列补助协情用善预算 来满足协情名利执情的需求 提升协情名利资源维护资安 以及交通顺畅等勤务效能 东南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